大家好,我是Mira 今天影片是和Adobe合作的 From Me To You campaign 可以用来分享我在韩国发言的文化妻疑 From Me To You 透过一个分享个人的文化体验 参与者是部满全亚洲的一个community video project 大家可以透过Premiere Pro or Rush 来创作 分享自己的故事 而且hashtag这个From Me To You 就可以有机会得到奖金或奖品 大家可以在影片下面的资讯栏 点击在铃铛看到活动的更多详情 还有还可以得到这个Premiere Pro or Rush 的免费使用 那接着想和大家分享我在韩国发言的5个迷信 From Me To You 啊... 妈妈,疲惫了 试试备还没办法 米饭给我吧 妈妈妈,我们儿子 你试试吗? 哎呦,这个吃不错 米饭吃不错 你知道吗? 当然吃得吧 好啥 妈妈呀,你什么嘴 海戴汤就是韩国的传统料理 基本上很多家庭都会喝海戴汤 但海戴其实是一种滑滑滑的食物 所以给人的感觉很多东西都都容易滑走 所以韩国人在考试或者重要面试前 绝对不会吃海戴汤 因他们觉得机会会这样滑走了 而相反他們會吃麻芽糖、麻雪、蓮糕 這類的食品 因為在韓國假設如果你是去面試 然後你看到成功了 你看到名單裡面有你的名字 韓文可以叫做 即是你的名字黏在名單上 所以因而他們覺得吃一些可以黏牙、有黏力的東西 就可以有這個效果 但是韓國的生日是會喝開大湯 如果他們要考試或者有重要的面試 他們就絕對絕對不會吃開大湯 所以大家記得不要吃開大湯 我是Miraya 今天是Miraya 但是我們韓國人們不懂得用白色 如果他們不懂得用白色 如果他們不懂得用白色 為什麼?我喜歡白色的 紅筆寫名字 其實我相信在華人地方都比較少這樣做 因為已經過世的人他們才會用紅筆寫他們的名字 所以在韓國如果你用紅筆寫名的話 就有一點感覺是你去詛咒別人拜些離開的意思 所以是千萬千萬不能用紅筆寫名字 即是有一個非常不好意頭的感覺 另外一個說法就是源於古代的皇帝 因為他就只是用紅色 所以他就下令白色都不能用紅色 如果百姓違反命令的話 就會被以這個污辱皇帝的罪名而引來殺身之禍 所以白色都不敢用紅色 之前是直接用紅筆寫其他東西 韓國人都覺得不太好 除了名字之外 除非可能是你要改試卷 否則的話 多數都是用黑色 或者去銀行或者去郵局 他們都會叫我殺黑色 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是他們的習慣 韓文 韓文呢 豬和錢的發音都叫做囤 所以韓國人就會覺得 咦 兩件事是不是有關聯呢 所以當韓國人發夢見到豬的時候 他們就會手刀衝去買六合彩 所以如果在看影片的大家 如果發到有關豬的夢的話 大家都手刀去買六合彩 目前我沒試過發豬的夢 我只是發過吃心急西的夢 不知道有沒有關聯 那時候我不會應該買六合彩 錯過了 這跟中華文化也有點相似 就是晚上吹口哨的話 會招來靈魂的 好可怕 或者另外一個說法 會引來一些蛇 蛇也是會引來靈魂的 所以反正最後都會引來靈魂 住了韓國這麼久 都沒怎麼聽過韓國人吹口哨 晚上的話 所以應該大部分韓國人 都有點悲劇 哇 哇 男朋友都要來這裡 男朋友也要來這裡 不行 蛤 為什麼 這裡就要來這裡 攝影師 情侶們不能一起走 經過德壽宮 為什麼呢 因為 德壽宮附近有一個手藝美術館 但是她的前身 是專門處理一些離婚案件的家庭法院 所以離婚後的男女女都會經過德秀公的石牆路 所以大家覺得離婚的人的怨氣都聚集在那裡 所以走過的情侶都會被詛咒 真的大部份的情侶都不會去那裡的 以我所知 另外有說法是古時德秀公是後宮之地 但有不少的後宮妃嬪都是含恨而死 所以那邊的怨氣是特別重的 而我自己走過一次 那真的分手了 不知道關不關事 以上就是五個韓國比較出名 和多韓國人相信的小迷信 那我自己就覺得 另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沒有 給大家做個參考 如果大家住在韓國的話 都可以得個資質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小劇場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記得去到下面的資訊欄 點擊網址就可以看到Adobe更多資訊 那我們下條片段再見 謝謝大家收看 下條片段 下條片段 早安